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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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什么情况 不过我们刚才看到吕小军已经开始做准备活动了 那么他现在要是出场做准备活动 我想很可能他的停局要降低开把 目前的开把重量最高的是苏达金是201公斤 吕小军目前预报的是也是200公斤开把 对 冯玉宾今年上半年的预赛当时是180的开把 而且180开把成功之后第二把183也成功 第三把冲击185没有起来 但是今天降到了175开 居然这么费劲 今天是场上看的后场准备活动苏达金 那么苏达金是2011年的停举的世界冠军 当时的停举成绩是206公斤 不过停举是苏达金的强项 对 是他的强项 但是今天在抓举的比赛当中只有一把成功 所以是影响他成绩的发挥 这竞技体育啊 这种偶然的因素不可预知的因素啊 确实是引起我们最大兴趣的关键素 对 这也是竞技体育的最大魅力所在 对 永远无法知道一个比赛最终的胜者是谁 就像今天说实话 谁能想到陆浩杰 竟然砸锅呢 对 哎呀 这翻战太简单了 哎呀 这翻战太简单了 哎呀 好的 打开起来吧 嗯 全运会的季名次呢 是季运联的抓举和停举两项成绩相加之和 随着举的重量多 随排名靠前 目前停举的全国记录依然是由苏大金保持的是二百零九公斤 总成绩是吕小军保持的是在二零一二年轮动奥运会上创造的是三百七十九公斤抓举是陆浩杰一百七十五公斤 现在出场的这是福建的郭志明 一百八十公斤的开拔 郭志明今天的抓举是一百六十公斤是排在了第三位 但是郭志明这个停举实力要弱一些 对 你看抓到了一百六 停举他一百八开 是 这个抓举和停举之间的差距还是不大 对 河南选手长血闯是一百九十公斤开拔 是排在了今天的第三位开拔重量 广东选手何海狐 一百八十公斤开拔 他的这个抓举只有一百四十五公斤 他的这个抓举只有145公斤 好的 对于举动比赛的应远来讲呢 停举的成功率相对要高于抓举 对 因为他主要是看实力 看他的力量 而抓举的技术的含量还是很高 另外呢这个把握也很逼 停举更难一些 广东选手冯一斌的第三把了 一百八十公斤 现在实际场上只有13位选手 刚可以给大家介绍过 这一百八十公斤是今年的三月底 在资格进行的全国局中几秒赛 即陈云辉预赛当时他的开把成绩 今天看着非常艰难 这一把翻战比上一把还好点 好的 这个选手这个上速呢 应该说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 对 这样的话他也结束比赛了 抓举一百五十三公斤 停举一百八十公斤 总成绩三百三十三公斤 这成绩比上半年的总成绩少了一公斤 吉林的江鹏一百八十一公斤开把 江鹏今天在抓举比赛当中 是三次失举三次成功 最后成绩是一百五十三公斤 冰城呢在抓举比赛当中呢 出场的时候受到前面选手 连续视觉影响应该是很大的 对 但是这位选手整个抓举表现呢 还是非常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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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动作很危险 很危险的啊 紧贴着自己的后背下去 嗯 这一把感觉冲的高度好像也够了呀 急了 啊 送的偏厚 送往上送的时候这个杠铃靠后 北京题材的王俊也是一百八十一公斤开把 这王俊的抓据也是三把全程了 是 架级成绩一百五十九 嗯 这个重量起来呢 起来以后呢 总成绩达到三百四十公斤 家人 看起来 谢谢大家 应该说北京选手王俊呢 整个今天的成功率确实很高 但是他这个成绩呢 想挤进前三名是希望不大 对 很难 现在应该说 争夺前三名的最有力的选手 是天津选手吕小军 解放军选手苏达金 另外河南选手长学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激凌的江鹏 刚才180一没有起来 第二把继续冲一下 好 松出来 好的 哎呦 哎呦好悬的 差点又松了一下 还好三盏白灯 看来也是拼进了 拼进权力了 拼进权力了 这样的话第三把还是否能够起来 对 181上半年的停举成绩是182 当时是第三把冲185的时候没有冲起来 对 你看他这个左侧啊 其实刚才这个这个也是有点右有点靠后 他实际上的两脚也没有站在一条直线上 没在一条线上 直线上 已经过了三十秒 依然没有出场 哦 他加重了 他加重量了 徐玉鹏把开把重量加了一公斤 加了183 那这样的话就顶着福建选手苏慕林要先举 我们看到绿小金后场准备活动60公斤 这蓝片是20加上钢铃杆20一共是60 今天这个比赛啊 确实吕小金给教理员制造了一个紧张的气氛 一把余杰吓得够呛 对 头两把都不起 非得第三把你 刚才在看台上有很多天津的观众啊 为吕小金加油 当他第三次出场的时候 我看他们已经不喊了 不敢喊了 对 福建的苏慕林 183公斤 他的抓紧是153 起来的话就是336 哦 这是半挺的 哎呀 哎 稳住 稳住 他自己也紧张 看到底是白灯 哎呀 啊 尝试一口气给了一盏红灯 对 对 应该说他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个 可能不完美 有可能不完美 对 因为你一直在抖一直在晃 哎 而且是确实是有个趋势 对 而且是确实是有个趋势 有个趋势 河南选手刘伟皇 你像刚才那一下子要真给两眼红灯 对 应该说这样的怕法也并不过分 对 真给两眼红灯不过分 好的 183公斤成功 这样的话刘伟皇现在的总成绩也达到了335公斤 目前战略第一的是福建选手郭志敏 总成绩是340公斤 北京题材的王俊也是340 但是他体重要大一点 我想这两位选手也很可能再比一个高低 对 广东的徐旭鹏 刚才也是突然加了一公斤开把 他的抓取成绩151 那么这把起来是183起来以后 三百三十三十四 三百三十四现在只能排到第五位手 这一送还是很干净利息 对 现在我们看这些选手 到底谁能够去争夺这枚同牌 因为现在从目前的预报成绩来看 吕小军是排在第一位 苏达金排在第二位 那么其他选手应该说很难去说 今天这枚同牌或是这枚奖牌 到底谁能够去获得 对 当然这是在吕小军跟苏达军正常发挥 确定有层次的情况下 对对对 吉林的江鹏 最后一把了 183公斤 这要是起来的话 也超越了他上半年竞标赛上 182公斤这样一个成绩 哎呀真的不错这些这把真不错 刚才啊在举第二把是举的181公斤啊应该是就已经好像拼尽全力了 对这样的话总成绩上也是超越了上半年 上半年的总成绩是331公斤 这次呢是336 提升了5公斤的比赛成绩 我想这就是运联参加本次比赛的价值所在 对对对对 对他来讲进前八名可能都已经难度 没错 更别说得获得奖牌 但是呢对自己来讲呢 超越自我 超越了自我 并且在全运赛场上能够展现自己的风采 我想这是对 而且今天我们看江鹏六四出手五把成功率 对 成功率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 这条选手速赢185公斤开把 他的抓举是155公斤 应该说抓举呢是排在了前六名 这一把只要起来总成绩也达到340 而他的体重又非常的轻 他其实6.06 好的 应该说本次比赛呢 浙江选手啊 表现出一定的上升的这个线线 这个成绩 那么在男子62公斤级的年轻选手毛晨 发挥的应该说把自己的最好水平都发挥出来 那么在今天男子69公斤级比赛当中呢 冯吕洞获得了一枚铜牌 这是继在区刚推移以后呢 浙江这么多年又冒出一批新秀 包括还有69公斤级的石志勇 对 都有一定的这个潜力和上升的空间 郭志敏第二把185公斤 应该从目前来看 郭志敏是非常有希望寄进前三的选手 因为他的抓举呢是160排在第三位 郭志敏这把起来之后现在的总成绩是345公斤 暂列第一位 现在还有四位选手没有出场 河南的长学闯 解放军的苏达金 吕小军 另外还有贵州的贾东初 但贾东初的抓举啊 只有149 149 全低一些 来看广东的贺海湖 第二把也是要到了185公斤 这贺海湖这选手都不用降体重 他这体重才74.1公斤 对 他可能还要多吃点 对还得多吃点 争取再长点 今天场上这些选手当中啊 体重最轻的 是汤飞 只有70.64公斤 这降一降可以去打69了 对 他以前曾经是打69的选手 当然也打过85公斤的选手 所以说这个上下幅度比较大 现在杠铃重量依然是185公斤 河南选手刘伟黄要出场了 直接从后场出来的 根本没有在这儿等 场上也只剩下30秒 刘伟黄在今天场上这些选手当中啊 绝对算得上是一位老将 85年出生的选手 好的 今天刘伟黄的整个市局呢 确实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现在目前来说 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虽然有一次失败 是因为技术动作 而并不是没有起来 没错 185 刘伟黄今天上半年的锦标赛 最终的停举是188 这位选手在停举上 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 但是呢近几年来 提高的幅度并不是很大 他的成绩名次基本上就是在五六七八 这几个位置上 原来刘伟黄是一直是参加男子69公斤级的比赛 对 这是刚从去年上升升到 这个77公斤级的 广东的赫海湖 最后一把了 好的 185成功 这样的话他抓紧145 停举185 总成绩330公斤 目前战略第九 对 现在还依然 哦 现在 甲东初要出场了 现在还有其他三位选手没有出场 一个是 情王军 苏达金 201公斤开把 吕小军 200公斤 甲东初刚才是185开 加到187 现在突然又加到188 短短的这么两分钟里 他两次更改的开把重量 加到188开 那么现在要出场的 就是北京的王军了 王军的第二把 要到了187公斤 王军现在应该说 他场上的主要对手 可能是针对福建选手郭志敏 对 因为他俩的抓举 只差一公斤 他俩的抓举 一个排第二 一个排第三 对 所以现在是他俩在紧紧地咬着 好的 187公斤 是王军五次出场 五次成功 这是王军最好的比赛成绩 是346 目前暂联第一位 现在长血厂呢 预报的是190公斤开把 如果是起来的话 总成绩是343 依然还没有超过王军 对 所以这个看王军的第三次 加重这个重量是多少 王军七年全国冠军赛上起来过一次 189年 当时那次全国冠军赛 他是获得了总成绩的亚军 停举的第三名 快点啊 持着节奏 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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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选择 这不见选择 郭志明体重是76.60 王俊的体重是76.90 所以说他只要相同 这三项上郭志明都占优 对 千号靠后 抓据领先 抓据还赢你一公斤 压气管了 有点蒙 这样的话最终郭志明的这个 总成绩就锁定在345公斤上了 应该说超不了王俊了 正常情况下他是排在第五名 对 但是他现在也 不好说 不好说 因为长学场的190起来以后是343 我们看看郭志明的是345 依然还是排在 对 长学场的前面 来看一看河南选手刘伟黄的最后一把 187只加了2公斤 起来的话只是339 排在第八位 还在 我们看看一会儿体重情况 翻不起来了 目前战列第五 嗯 这样的话刘伟黄也结束了自己的全议会征程 抓据152 停据185 总征计337 现在我们看 场上刘晓军呢 依然没有 对 也没改 还是200 他自己预报的开把重量200公斤 现在是长学床是降了2公斤 原来预报的是199 现在是188公斤才吧 嗯 那么他这个重量起来以后是340亿 好 再来 好 好 这样起来以后很可能 他现在目前是暂列第三位 对 暂列第三 341 我们看到现在暂列第一位 是北京选手王俊 346 我们再看一下郭志明和王俊的体重情况 王俊体重是76.90 长选手是76.83 那么这样他只要加5公斤 对 当然这个王俊还有最后一把呢 王俊现在最后一把显示是要到了189 但是呢长选手是肯定先要举194 才能赢 来看贵州选手贾东初 也是188开把 好 贾东初在抓紧比赛当中 149公斤开把两次实际没有起来 在第三次实际成功 哎呀 这首喊什么喊 是啊 还没有成功的 这一喊掉了 气儿泄了 一喊 这这发力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喊的 非常的不科学 对 就是这发力的过程当中要憋着这口气 不要喊 对 你看 应该说跟着自己的喊声杠链也落地了 对 这样他要连续的试局 这样无谓的失败啊 确实在比赛当中呢 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运动员呢 一年能涨多少成绩呢 在比赛当中少了一把 这一年的涨成绩都没了 贾东初今年上半年的准备赛 在当时是一百八十六的开靶 第一把没成第二把成的 第三把没成的 191枚起 现在我们看到后场吕晓军的准备活动 做到了一百六十公斤 一个红片 一个蓝片 两个红片 两个红片 嗯 两个红片 现在廖辉来给自己的队友 鼓劲加油 因为这两位选手啊 都是 于杰教练带的 所以他们平时呢 也朝夕相处 对 一百六十公斤 我们看一下他这准备活动 好的 嗯 很轻松啊 嘿 这是贾东初第二次失局 他的抓局啊 成绩偏低一百四十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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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了 这个选手可能就平时练成这样的 就是发力的时候就要喊 但是平时练喊 但是平时练喊 他当然不掉 可能是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我们为什么讲科学训练 科学训练呢 不能说我有这么一个习惯 我觉得挺舒服 我喊得挺来劲 我就这么去做 啊 啊 这确实是非常不科学的 难度很大 其实我觉得这个重量 从他的这个完成情况来看 不是特别的大 对 关键是一些细节上的东西 包括刚才的教练指出这个偏钱啊 从他的翻载到他的上送 整个能力啊 和力量 我感觉是具备 对 只不过就是这个缓解没有把握好 对 一些小的细节没有处理好 嗯 刚才教练我们也听到 他 送的确实有点偏钱 但这个偏钱呢 可以 抢一步 可能就 赶回来 对 并且运练要吸取 上一次失败的教训 这次呢 就要 应该注意 真不错呀 嗯 嗯 我们经常讲 在停级比赛当中 前两把都砸了第三把 是很艰难的 对 因为这位选手 确实他是 在这个 小的环节上出问题 对 他不是说没有这个实力 对 应该是三把成功的 对 少了五到六公斤的成绩 嗯 廣东的徐旭鹏第二把 这把加了六公斤 一百八十九 有这起来的话也是三百四了 三百四十六公斤 现在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三百四十六公斤 嗯 我们看长续场第二把重量也加到一百九三起来以后也是三百四十六 三十六公斤 三十六公斤 三十五公斤 好的 这个选手 三十四公斤 上门 刚才他们讲 就是这个选手啊 称我以后 觉得 放松了 对 就那么 短时间的那一放松 就可能 导致的后果是失败 嗯 放开下完 你打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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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车应该是加稳了 少于放松 对 差一点也失败了 好来看北京选手王俊的最后一把 这一把加的幅度不大 只加了两公斤 189 那么他这个重量起来以后呢 是348了 目前随排列在第一位 就有可能获得奖牌 因为这时候全场只剩下 刘晓军 苏拉金没有出场 对 当然还要看看已经出场的这几个人 里第二把和第三把的一个完成情况 哎呦 哎呦 现在我想其他选手把346 有一个目标来去冲了 现在河南选手长学闯 加到193 实际就是总成绩要打到346 我们再看看其他选手 苏宁 苏宁呢是加到191 抓局155 所谓是346 大家都清楚 对 谁举起超过这个重量名次 就可能获得奖牌 不是可能获得奖牌 就可能获得 肯定是因为 至少是因为同牌吧 对 至少就近前三了 好 先来看一下这两选手速赢 这是他的第二把 要到了191 只要起来的话 总成绩就是346 但是他的体重呢 要比北京选手 王俊要轻 王俊今天体重确实比较大 76.90 对 素赢之有76.06 喂 哎呀 哎呀 漂亮 起来了 这样呢 它厂上还剩下一把十局的 重量已经达到346 现在就是346是一个追求目标 这个不可能 这是电脑弹出来的 对 应该是苏木林出厂 出现的苏木林第三把加到193 加到194 因为它的体重可能要 它的体重要比苏雲要重 它比苏雲要重 所以它得加到194 对 那么现在要出场的就是广东选手徐旭鹏了 徐旭鹏的最后一把加到193 193 对 但是这个重量起来344 这个成绩 也进不了奖牌啊 对 现在可能这个重量是不是对它来讲 已经是有超水平的成绩 因为它的第二把是189 加了4公斤 对 上半年的停举成绩只有185 两次重低190都没有重起来 确实是到极限了 对 这时候也考虑不到什么争奖牌 对 这样的话它也完成了比赛 最终是抓151 是189 总成绩340公斤 所以它这成绩倒是能进前8了 对 可以排进前8 现在我们应该说就把 李小军和苏达金排在了前两位 这两位选手 其他只能是在第三位 我们看长学草也加到了194 因为它的体重又比苏木林 苏木林76.70 它是76.83 它比苏木林体重大 所以说它也要再加一公斤 那么它起来以后呢 它是打到347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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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在第一位 长径床还有一些事情 其实奔腿的时候 这个脚底打滑了 后腿打滑了一下 打滑了一下 严重的影响到了他的稳定性 苏木林 最后一把也是要到了194 只要起来他就是347 超过苏宁一公斤 苏木林如果起来的话 这是他停举的一个最高成绩 以前从来没有出来过 是 这是一位年轻选手 虽然年龄并不轻 但是呢是最近刚出来成绩的 他是89年出生的选手 哎呦 这番区 哎呀 没有成绩啊 这个半匪啊 重量轻可以 重量一大 他可能就想下蹲停 下蹲停又 前面又不是 所以感觉不好找 对 这样的话苏木林最终是抓153挺187 总成绩340 目前排在第六位上 这排在第六位的话 如果说其他选手不会再把他的名字往下挤 那还是第八收回一个第八 对 长穴床最后一把 194 树莹也还有最后一把的停举 对 长穴床这一把 起来的话有可能就是拼一个铜牌 起不来就是锁定一个 现在是显示第四 那只能是第六 对 好的 说 没有了 这样可以说已经非常清楚了 对 浙江选手信赢 已经吻获男子77公斤级的一位奖牌 对 346公斤 那么现在全场就剩下苏达金和吕晓军了 苏达军降了 对 他应该是降下来 因为他举起这个重量就已经文获这个级别的 至少是保一面银牌 至少保一面银牌 他可能留着下面的实力就完全去冲击吕晓军 这就是我们讲苏达金现在就玩一个递开高走 对 我只要起来确保银牌 确保了银牌了 适合的我冲了 上届全员会冲的人目瞪口呆 哈哈哈哈 哎呦 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195公斤 哦 他这只是不是有人喊呢 受到一定的影响了 这样的话苏达金也是要连续试举 我们看苏达金第三次的重量加到多少 95 也是195应该是195 195 195 速赢的最后把是195 实际上速赢最后一把从目前情况来看应该是加到196 这样他的抓举成绩是155 哇不行 与苏达金的抓举还相差6公斤的 6公斤的 现在应该是对浙江选手速赢已经心里很放松了 对 这位铜牌是铁定的 至少是铜牌 至少是铜牌 对 就是至少活到奖牌了 对 走动走动 深呼吸 走动走动 还时间有 1分10 这个苏达金这个腿啊 小腿这个膝盖 哦 我今天 永远没好过 这说明 他拉铃啊 比较贴身 拉铃非常的贴身 每次见他 什么时候都有巴 什么时候都有血 苏达金 目前是这个级别的全国记录保持者 停举的记录是209公斤 也是他在2009年全运会上创造的 刚才翻站完之后 上送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着急 对 还是有点紧 再调整一下 请 站好 好 好的 漂亮 195公斤 至少是锁定了银牌了 205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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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205呢 从目前情况来看 吕小军 吕小军起来200公斤 总成绩是370公斤 吕小军降了 吕小军降了196了 对 我们现在可以算一下 苏达金抓据161 如果加到205呢 总成绩是366 嗯 好 好 我们先来看这张选手速赢 最后一把 195公斤 所以他刚才我讲到了 他上场可能会有两种表现 一种是全力以赴 因为我已经获得了奖牌了 我就全力以赴向上冲 另一种是放纵形态 我已经获得奖牌了 完成任务了 刚才就这种形态的表现 好 现在应该说场上的竞争啊 依然 竞拍的争夺开始了 很激烈 虽然吕小军领先了 苏达金的抓局9公斤 但是停局呢 依然还存在着悬念 依然现在还是要比成功力 对 所以对 竞拉筋现在的总成绩是356公斤 李小军这把要到了196 如果起来的话 这就是366 我想对李小军来讲 要重视每一次事情 对 全力向上送 哇 漂亮 轻松啊 真是轻松 一定要吸取在抓局比赛当中的教训 不能有任何的放松和闪失 虽然的话 这一把起来之后 两个人现在在总成绩上 相差10公斤 但是呢 现在对李小军来讲 这个重量不是太好加 对 苏达金一下加到了205 或者甚至那时候要加到206 我留下一次试局 就是比着你 批你 批你 你看你怎么举 所以说这第二把的试局 很可能是李小军 还是再次出场 啊 李小军也要到205 苏达金205 是 苏达金要举这个重量 哦 苏达金应该是要再加一公斤 苏达金应该加了 应该加一公斤 因为现在屏幕上显示 要是吕小军要 对 苏达金一定是加到206公斤 对 他肯定是206 因为他 提起这个重量 他是要输体重的 对 205 这个时候教练 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对 现在吕小军 我们看吕小军的 今天的体重是 76.46 苏达金的体重是 76.95 所以苏达金 一定要赢吕小军一公斤 对 那么现在 吕小军的总成绩是366 他一定要第二把 加到366 吕小军又改了 吕小军现在加到了206 苏达金 苏达金怎么还是205 应该是206 应该是206 因为他起来以后 366 还依然输给吕小军 对啊 这是不可能的 又改了 这时候电子屏上 来回的闪烁 果然苏达金加到206 不对 苏达金加到206 也依然是苏达金 首先出场 那为什么现在显示的是 李小军要首先出场 那不对 这个电子屏现在可能也要 要封了 对 没有 还是苏达金出场 因为第一次试举 苏达金先首先出场 又变了 相同的重量 李小军要到207了 你看 盛零重量 206公斤 三号 哦 对了 苏达金是第三次试举 对李小军来讲呢 是还有两次试举 对 没错 没错 那么苏达金现在要出场了 206 那么206 这个成绩呢 也是苏达金 在2011年的世界举动 主要赛上所举的成绩 也是他的世界冠军成绩 206起来的话 总成绩是367公斤 对 压现在李小军的366 366 206 因为他的体重呢 是比李小军要重 这一把上了11公斤啊 嗯 哎呀 哦 这样呢实际李小军已经获金牌了 对李小军已经是366公斤 稳获了金牌 苏达金356 获得一枚银牌 获得一枚银牌 而同牌呢是 浙江选手 浙江选手速赢 那么现在全场只剩下 吕小军的 两次试举了 那么现在目前场上这个重量 207公斤呢 也是吕小军参赛以来 没有举过的重量 他在比赛当中最好的个人 停举成绩是205公斤 目前呢 李小军是保持了男子77公斤级的抓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也是伦敦奥运会的冠军 那么他第一次参加世界举动锦标赛是在2009年 就打破抓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那么随后呢 又是在伦敦奥运会上又打破了自己的抓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那么他这个重量起来以后呢 总成绩是377 与他个人的最好379呢 依然还有两公斤的差距 我们看到这时候他的教练于洁啊 脸上露出了笑容啊 这是用一次失败换取休息时间 不是 哦对应该说再增加 因为他两把嘛 把这个时间全部消掉 我来休息 哎呦加了211 对他不会放弃的世界 他不是说放弃 他其实是用那一把的时间 我来好好休息一下 我也不可能举两把的 对重量加到211 211我们看这是如果起来的话 381公斤的 我的天哪 超世界纪录 超世界纪录 两公斤 破全国纪录 对 平均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都要破 是 世界纪录的平均是211 对 哦这样的 平均的世界纪录是俄罗斯选手 佩雷佩切诺夫 210公斤的世界纪录 李小军现在加到了211 如果起来就是 创造新的 平均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同时 超平均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在这里我们预祝 李小军能够成功的 举起这个重量 也突破自己在 举重比赛当中 自己的最好 平均的极限 这一下超苏拉筋的记录 两公斤啊 对 刚才雨节喊了声 该你表演了啊 我们看看李小军 预祝他表演成功 有 很轻松 松起来 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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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遗憾的 有点可惜 但是这依然是 今晚比赛当中 最精彩的一幕 让我们向李小军表示敬意 在这里我们也向他的教练于杰表示敬意 对 好 各位朋友 那么本届全运会男子举重77公斤级的比赛 就为您转报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庞志导的精彩点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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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